小月姐 你回来了 你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啊 我等你嘛 你这么晚没回来我睡不着 不好意思啊 今天公司确实有点忙 所以回来晚了 没事 你快过来 我给你切了点水果 谢谢 来 好 谢谢 今天我缠着我哥 听了好多你们的故事 最后他忙着写论文 就把我赶走了 他马上也该出国留学了 他也该研究升毕业了 不知道他会不会 因为你而选择放弃出国 你知道心理学这个专业 如果不能出国镀金的话 还是有点遗憾 其实 我还是挺支持他出国的 而且这么多年 我也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 我觉得 只要我们两个人 彼此心里有对方 那异地恋也没什么 说到这里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小野姐 要是我哥希望你出国陪他 你会选择放弃现在的工作 还是放弃我哥 选择和我爸待在职场 奋斗一辈子 嗯 这个 小野姐 我给你看看东西 你一定要替我保密哦 哦 这是我哥写的一些论文素材 毕竟有些话 是从专业角度出发的研究记录 你别带着个人感情去看就好了 我发给你了 哦 小野姐 这么晚了 我也该去睡觉了 您也早点休息啊 好 去吧 嗯 小野姐 一定要好好看哦 好 晚安 晚安 好 几天下来 我接触了园区里的所有人 目前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叶之舟 她是一个隐藏自我感情最深的女性 公司里一直流传着她和她老板的绯闻 在这种传媒性质的公司里 所有留言都是有迹可循的 而接下来她还要操持她老板的离婚仪式 在成年人的感情观里 一边压抑自己的感情 同时反作用造成个人欲望的失控 成年人内心道德情感的把控失衡 是这个物质社会最大的悲哀之意 我成功说服了叶之舟成为我的研究对象 我也明确地知道了 在她内心深处的那个人 就是她的老板向东流 因为向东流的存在 导致了叶之舟近十年的情感的空窗 我不禁怀疑 这是一场成功人士的处女领地游戏 但如果两个人确实关系清白 在某一天 当外界因素不复存在的时候 又或者其中一人 跨出了彼此的心理安全界限 他们是否会成为恋人 我做了一件在专业研究上尤为忌讳的事情 我对我的研究对象产生了感情 一旦产生疑情现象 在研究的过程中 就会产生认知的偏差 从而导致我的观察不再客观专业 并同时意味着我的研究失败 而我现在更是产生了一种自我怀疑 如果没有我的出现 回归单身的向东流 会和叶之洲发展成什么样的关系 每每分析到这里 我便无法客观冷静